中共的十八大即将召开 当局的安保工作已经延续到了网络方面 中共工信部声称为确保十八大期间电信网络安全 将从十月七号开始到十八大会议结束这段期间 进行全国性的封网 有分析指出中共目前释放这个消息 也是在试探民间对于断网的反应 封网名义上是在保证网络的畅通 实质上是加强了对网络的监控 据中国IDC圈网站的消息 工信部这次封网做出了多项的具体要求 首先是要求各单位要落实安全责任人 各级相关负责人、联络员和信息员 确保24小时联络畅通 如有事故要及时向上级汇报 此外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要加强辖区内电信网络运行安全和安全生产 以及互联互通的监督管理 对影响网络运行安全和互联互通的各类违规事件 予以从严从众查处 对此权力运动网站负责人胡军表示 封网每期名是保持网络畅通 实际上是加强网络监督 就这么几天你开个会就要封网 你害怕什么吗?老百姓往上正常的沟通 你害怕什么?到底谁是你的敌人? 你保卫十八大,这十八大为什么要去保卫他呢? 我中国共产党从现党出席到现在了 你开个会都紧紧张张偷偷摸摸 胡军认为十八大是一个权力交接大会 只有见不得光的事情才会怕民众知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古川表示 中共对网络的封锁属于常态性 十八大期间只会更加强封锁力度 从网的报道里面不是说吗? 四小时联络上通吗? 包括他在其他网站 网站,各个网站他都要求他们 二十四小时做好印记准备 但是他肯定会在十八大之间 肯定会加强网络封锁 他加强封锁的话是因为在十八大召开期间 然后不想让当中的民众知道 海外对这个十八大的看法 古川还表示 中国没有真相 真相都被中共官员垄断 在网络上流传的真相讯息 很快就被删掉了 包括法兰公司的真相 还有其他镇压民主人士的真相 而且还有包括他政治斗争 太子党或者传派 或者江派他们直接斗争 还有包括周永康和国西乃 他们会直接怎么勾结的 对其他都不想让民众知道 所以他随着方面的信息 重点加强封锁 有分析指出 封网消息并非从新华社和人民网正式披露出来 而是由半官方的21世纪财经网报道 估计中共当局是在试探民众的反应 但是无论如何 只要十八大期间有重大事件发生 将影响十八大的召开 中共势必会采取一些手段 也就是将电话 电讯网络等民众传播的工具断掉